一些干警在这个劳改农场呢 也不是吃素的 留用的女职工中有几个稍有姿色 被干警看上了 常被叫去单独谈话 就是一男一女 孤男寡女 一个警察 一个犯人 类似于犯人的 当然这个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些女职工的后边 有不少年轻的男职工虎视眈眈 一举一动 都有人盯着 但明知干警在关门办事 就办那个男女之事 谁也不敢去招惹 你还想不想活了 只有背后捅破秘密 有一个叫马姐的 姓马 马大姐 闲人马大姐是谁演的 菜名 马姐的姓马的天津人 长得还挺精神 文化大革命那会有个词叫精神 就长得漂亮 长得好看 也是一种有神采的意思 气质不错 长得还挺精神 能说会道 天津人就是口才好 精油子喂嘴子嘛 对不对 被一个家属 就是老婆在外地的孙警察 孙干警看上了 经常找去个别谈话 不久 把马姐提升为女队班长 女犯人 女的这些队长 班长 班长干活时 没有定额 多少无所谓 他只安排全班的工作 这样按共产党的话 叫脱产干部 你可以脱离生产 就是动动嘴 管管人 也算是个有权有势的实权的位置 大家都心照不宣 还有三个年龄小一些的留用的女工 三个年龄小点的 经常受到男警察的光顾 他们的男人 他们的老公 丈夫只能假装不知道 你没办法打落牙往肚子里焰 对吧 至多 顶多在其他的职工面前 骂骂咧咧 表示不满 以平息 其他职工的嘲笑 其他人肯定说了 你被戴绿帽子了 你是个乌龟活王吧 是吧 就拿这个 他我不满呀 我骂他了 可是你也不敢真惹 这个去年吧 我做过一个直播节目 就是采访了一个70岁左右的北京的老大哥 应该是我的叔叔这一辈的啊 他是文革的时候 他是插队到内蒙古 他是东乌旗啊 还是阿巴嘎旗啊 还是哪啊 他插队 然后他们家原来也是书香门第啊 住在北京南罗古巷那边 他的爷爷吧 还是他爸爸的一个老朋友 就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叫丛维希 丛维希 文革的时候 凡是有文化的都被抓起来 都被收拾 在山西一个老改农场 他老婆跟着他在一块 有些就是之后就变成所谓职工了 他老婆就被警察 他老婆长得漂亮 就就就当着他的面 公开的就跟天津这个一样 你不敢来劲 是吧 共产党就是把人分成等级 有的人就是人上人或者自己人 有的人就是阶级敌人 就是人下人 就是贱民 晚上到我家来 晚上到我宿舍 从维希 是吧 当然他熟 他说从维希 从来不敢放个屁 可能换个人也不敢 对吧 也不光是那一个作家 所以这就是中国残酷 残忍 对吧 惨无人道 那么政府安置的流场就业 就是一辈子做苦力 这就算是给出路的政策 这就是劳改 劳教人员的最终的归宿 所以流场就业人员统称小无期 表面上你是自由的 实际上你也是无期徒刑 生活也是排的满满的 周一到周六 白天劳动 晚上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 还得给你洗脑 还得效忠毛泽东 穿了警服或变装的队长 来队指导 没有任何时间做个人的事情 一切都有警察队长同管 所以我说嘛 这叫二劳改 与劳改劳教不同的 只是稍有一点自由度 周日如果没有临时装车 就是干活 周六 周日 那会儿都是六天工作制 只有是美国人 让中国人变成五天工作制 因为你要加入WTO 那么周日没有活的话 不加班 可以到季县的县城里转一圈 看看集市 农村赶赶集 在屁镜处休息一下 另外每年可以请两周的探亲假 有两周的探亲假 再见 再见 对我再里面呢 中文货